新竹市树下里长辈占权利人口的五分之一 社区发展协会和礼办公室 举办一年两次的议检活动 和平时的共产食堂 在议检这天也邀请街头艺人和长辈同欢 在设计师的巧手之下 长辈们看到自己的新造型都开心不已 那议检我们这个社区活动也持续有六年了 那都是一年有两次 那夏天快到的时候有一次 然后过年快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办 然后也有我们这个艺人 科艺卢艺人他们都很好心的 会来这里做公益 这个鱼菜公生 那本身也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用了 大概有三四十只的大只 我们自己养出来成功的 无毒的鱼菜公生的这个鱼 那今天都要煮汤给长辈吃 吴国亮里长和担任议员的哥哥吴国宝 因为多年前母亲离癌 因此对于食材挑选相当的严谨 现在推广的鱼菜共生 已经小有规模的发展 像是社区共餐食堂的食材 也是不定时供应长辈使用 鱼菜公生跟现在的做法是完全都不一样 而且我现在研究的都非常的简单 也很成功 我们绝对都不加什么化学药剂 我们都没有 所以我那个鱼都是很正常的 包括青菜 我都有拿去化验过 对啊 青菜我去化验三百 三百八十几种鱼也有拿过去化验过 都是无毒的 以层数来讲五层五层 对你如果一千只来讲的话 大概五百只 那这一次的层数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慢慢的一直在改变 像我们现在鱼菜做了这么成功 现在唯一的就是要在节电节能 树下里的土壤曾经受到工业污染 因此里长吴国亮 想为树下里的农民寻找农业第二村 专研鱼菜共生 要让树下里农地发挥最大的利用价值 也期盼能让家人吃得更健康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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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